来 我给大家看几个标本 大家看一看这个年份 这是什么时候了 这标本 成画 您成画 看看款 别上来就说 好 再放一遍 这什么时候 大明成画年制 六字清花楷书 双方框款制 上面应该绘制的是花卉 这什么时候 成画 什么年份的 昨天的 清早 昨天的 昨天的 你说的年份太早了 这个 什么年份的 大明成画年制 六字清花楷书 双圈款制 上面呢 双沟 范文 康熙 庸正 康熙 清早期 有点说成画的 有点说成画的 康熙 康熙 景花 有点说成画的人 这些年份的 有点说成画的 这个是本朝 下康 上康下城 出大宁 这是什么年份的 这小杯子 清早 一迎甲 还有人说 刚才猜 晚明 天启 康熙 还有说是晚明的是吗 这是什么时候的 这是什么时候的 成画 本朝 清中漆的 庸正的 小鸡卓米图书 这个是什么年份的 都是仿古词片 好 您演的真好 因为那天都给大家展示了很多了 我先把这个年份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 这一片 第一个展示的吧 第一片 这是康熙的 糯米胎 紧皮靓柚 右侧非常白净 通透 底部款字 非常淡雅 用笔 笔风爽立 胎的质地 洁白 高糯 而且尤其是胎的断口呈现出非常高糯的 这种糯米胎的这种质地特征 这是康熙的 说康熙没问题 但是这是康熙的 第二片是拿的这个吧 第二片拿的 拿这个 第二片拿的这个 对 这也是康熙的 康熙包摊风格上面有点仿成画的风格 这种腰部一周的 那是康熙晚期的 说康熙也没问题 大明成画年制的寄托款 和这个款比较一下 那还是差异比较大了吧 明朝成画的这个清华发色是一种普蓝的状态 那么清朝的这个清华的橙色哪怕是非常淡雅的 它的颜色也是一种艳蓝的感觉 是不是 比如说像这一点点清华 放在这 是不是没有它成过 上面的清华还是淡雅 但是颜色还是外张的 外张的 外张的 看这里啊 这里啊 上面什么时候的 上边呢 依然呢是康熙的 是康熙的 底下呢是成画本年的 这个是仿的构像了吧 是不是仿的构像了 这个右光给大家看一看 这个右光给大家看看 你现在都说呢 康熙紧皮亮右 你看成画的右面呢不是那么亮 但是多细腻 这是呢成画本年的 上面是康熙的 但是呢 你这个康熙的这个用笔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康熙用笔天顿错 比方转折 还是呢书写速度比较快 没有这个成画这么稳健 上面成画底下康熙的 是不是 你看这个大字的天顿错 就像我们呢 成画斗彩这个天字罐 那个天字 那几笔写的和这种感觉是一样的 笔峰韵味 这种呢就逊色一筹了 这种笔峰看书写的感觉 你看大字的铁纳的比较舒展 线条呢用笔的这种提案 这上面呢转峰呢转的比较急 尤其是名字呢 横竖勾 也就是最外框的那一笔 你看人家写的 是不是 这个青花的颜色橙色 颜色呢有浓淡 有深的地方呢都是黑色的了 青黑色的了 也有特别淡雅的 但是呢它的色感呢是稳的 清朝的这个色感呢还是没有这个明朝 清花色感的这么稳 这个颜色呢是不是灰的灰 燕的燕 浓的浓 淡的淡 那笔触里边的笔触呢 要比这个更加鲜密一些 显得那笔触的笔毛扫锅的感觉都有 行臂速度呢这个要比这个要快 这个更加稳健 这个呢行臂速度呢要这个利益罗迅猛一点 这俩对比一下 这俩对比一下 这个外框呢都是豆腐框 也就是呢豆腐方的一个框线 但是呢 你看 这俩放在一起 这俩放在一起 就有呢同样的这个感觉 尤其呢大字这个书写 大字书写 名字 名字 用笔 成字的那种撇 直撇 画字的这种写法 来 往回收一收 一点点 把画面往上来 对 看到吗 这就是一个清朝的两个明代的方框的写法上面的区分 韵味是不是呢成画的比这个后期仿的要足很多了 双方框的这个线条的韵味都比这个韵味要足 人家豆腐方 线条呢都往外张着 不是呢横平竖直 但是呢线条呢捧着一股劲 笔触鲜明 而这个呢笔触是比较鲜明 但是颜色呢它是视觉感觉呢它有点花 是不是 这两个是成画的 这个呢是清代的 再看着右光 啊 晃动 晃动这两个右光 对 这两个右光 右的表面的光泽是不是非常温和细腻 它不是那种景亮的这种光泽 清康熙的晃动的时候它是景亮的光泽 什么叫景亮透彻 而且嫩 表面呢有层水光 景亮光感外张 而明朝成画的是这样温和的 温和的 温和的 这个呢像 直白说的话 这个呢感觉呢 像透明的清水 那么这个呢就有点类似于像这个乳酌的牛奶 这三个成画的东西放在一起 这也是成画的 这不是晚明的 这是成画玉瑶的 访官访歌的那种 大明成画年制 什么感觉都是一样的 这是成画的 感觉是不是这个豆腐方显得呢 非常的有志同气 真的这个像 那个感觉呢像小包袱皮一样 像小孩画画写字的感觉一样 就是说的 志气十足 志气十足 虽然呢这个呢也去追这个浊气 这个呢就不是说志气的感觉了 对 是不是不一样 这个呢就没有那么志气了 这两个呢差异就更大了 这是本年的和后朝记脱款 上面呢这个青花颜色燕蓝 青花颜色呢飘底下沉稳 上面的笔触呢天敦错 但是呢笔风转折呢都是硬朗的 底下笔风转折呢都是呢 转风啊但是呢寒着 上面呢感觉像这个阳豪 上面呢感觉像郎豪的笔写出来的字 底下呢像阳豪写出来的字 也就是说笔头呢上面的弹性要足 底下的弹性呢要差 但是呢这个笔风呢都在笔画里寒着 这个笔风呢都在笔画外边张着 这就是区分 这个呢就是成画豆彩鸡钢杯 没有挂豆彩啊 就是没有挂右上豆彩的部分 也就是呢属于呢漏豆半成品 但是呢这是成画的 这是什么时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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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这俩感觉感觉一样不一样 感觉一样不一样 是不是区分不大 来我给给个胎 能看出来吗 我把胎并在一起 看到这个丘陵状态的胎了吗 这个呢是平诺的胎吗 这是糯米胎 这是明早期的胎 那这个成画的 这是康熙的 它的断口 比一比 这个呢是康熙的 这是成画的 你说是不是 你看这俩款更像 太拼在一起 成画的胎 我拿手指引着的时候 你就看到这个胎上的颗粒了 我拿手指引着它的时候呢 胎上有颗粒吗 没有 成画的胎 清康熙的胎 康熙的胎 成画的胎 是不是 断口可以看到 还用说 那么难分辨吗 然后呢 那东西是真的 是假的 是倒带的 还是后仿的 还说呢 必须要上手看 图片能断定吗 第一仿 还用上手看吗 看 看 看 成画的胎 成画的胎 这个得有多大贡献 这得有多大贡献 这得有多大贡献 如果我这么一笔 大家还分不出来的话 那你就不用学陶瓷了 这是康熙的 底下那三个呢 是成画的 啊 是不是 那别说把假的当真的啊 那是康熙的 是这个成画的 那么难分吗 太简单了 行吧 不能讲太多了 不然的话脑子乱了 学的东西呢 全忘完了 明天呢 拍卖一定要到现场来啊 好嘞 感谢